天氣報告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甘偉 本來今天繼續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天氣和昨天差不多 早上還是比較涼 首先和大家看看外面的情況 今早早6時為止 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17度 新界普遍更涼 很多地方只有14至15度左右 另外在天氣方面 在衛星雲圖中 可以看到現在華南地區 整體的雲量還是比較多 主要受到中低雲的影響 所以預計本來今天的天氣 都會以多雲為主 另外如果跟天氣圖做比較的話 可以看到現在漁岸地區的氣壓梯度 還是比較緊密 代表著東北季風 都持續影響著這個區域 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各位要注意 我們預計有一個高空擾動 會在今個星期的中期 影響著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 從一些雲量雨量的預測入面 我們看到特別去到明天的時候 有個比較大的雨區 會影響著沿岸地區 所以預計香港也不例外 去到明天的時候 也會多一點雨 至於本港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本港今天會大致多雲 早上天氣清涼 日間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1度左右 今晚會有幾陣雨 風是會吹和緩的東北風 風勢間中是清淨的 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預計展望香港 去到明天會有雨 而之後幾天都會大致多雲 今早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再見